Hello,大家好,我是妞妞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一期大型购物分享 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都买了哪些东西 主要都是为春天和夏天做准备的 准备有很多有包包、鞋子、饰品 还有家居类产品和美妆产品 另外还有我斯芙兰八者买的也已经到货了 正好跟你们一起来开个箱 OK,那么就赶紧开始,今天视频 那就先从包包类的开始说 第一只包包,就这只Chanel的mini 2.55 哇,这只包收到之后我超级的喜欢 它其实是去年夏天出的款式 然后这只包我是在二手网站上面买到的 因为今年我去店里问 已经各处都买不到了,就大段货 后来就比较幸运在一个二手网站上看到 就立刻把它给拿下了 但其实它的价格比原价是要再贵一些的 因为它本身的橙色非常非常新 我拿到手之后几乎看不出任何的使用的痕迹 主要它颜色就真的太好看了 超级嫩,很清新的这种浅油油果律 然后搭配的是哑光的金扣 再加上它的尺寸是这个mini的大小 整体的风格就少了一般那种比较大的2.55 那种非常成熟很女性化的感觉 多了很多那种很年轻很活泼的清新感 也非常非常的适合春夏 皮质是带了一些褶皱感的这种做旧牛皮 带了很强的复古感 也算是比较耐用和耐刮的 就不像小羊皮那么的娇嫩 然后打开 里面拼接的皮质颜色 同样也是很清新很好看的牛油果律 就整体的配色真的超级的美 非常深就是这样了 看它的大小我觉得跟整个春夏季节的衣服也非常搭 就整体的尺寸比较小嘛 所以整体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轻盈 基本上随身上带了一些零碎的物件 手机啊 钱包 钥匙 口红 粉柄等等 这些全部都能够塞得进去 这个是我的手机 看 其实塞进去之后 剩余的空间还是有挺多的 总之就是整体的风格非常的清新和春夏感 加上颜色也不是特别鲜艳的那种 所以非常的好搭配 就春夏季节各种各样浅色系的上衣 半裙连衣区等等 跟它配在一起都会非常的好看 好 接下来第二只包 就是Seline的这只老花叶下包 这个是今年新初的配色 今年春夏我又买两只Seline的包 除了这只之外 还有它们更火爆的那只凯旋门夜下包 我买的是奶黄色的 但是我找代购 已经付款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货 就真的太火爆了 所以就还没有收到 说为这只 这只我是在官网上面直接买的 一开始我对它的预期 其实是远低于另外一只夜下包 但是结果我收到它之后就真香 我觉得它实际的 上身之后的好看程度 可搭配性 实用程度 都是远超我的预期的 本身的风格不会太过于酷 太过于休闲 就跟我平时的风格 不会太过于冲突 整体上是比较复古 然后比较休闲感 同时还带了一些这种 很清新的春夏感 也非常非常的好搭配 包型就是一个半月型的造型 带了一些弯弯的弧度 上面是配了一根短的肩带 颜色是浅棕色系的 然后另外这个位置 它是可以调节的 总共是有三个不同的扣眼 包身上的印花就是很经典的 Celine的老花的花纹 白色的底色 是浅棕色系的凯旋门的图案印在上面 然后整个包包的包边也全部采用了浅棕色系的 就整体上还多了一些颜色上的拼接感 然后里面那里的大小 我觉得也算是挺实用的 就基本上最大号的手机 是肯定能够装的进去的 就随时想带的一些零碎的物品 都是能够装的进去的 就算是一只挺实用的小包的 然后背上身来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背上身就是这样子了 它本身腋下这个弧度的设计 我觉得很妙 就既好看 同时也不会卡住你的腋下 就背起来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感觉 整体的风格就比较偏休闲感 同时多了一些那种很复古的时髦感在里面 因为是浅色 所以也非常的适合春夏季节来背 但其实呢因为它整体的配色是这种白棕色系的 一年四季我觉得都是可以背的 也非常非常的好搭配 就很适合搭配一些比较偏休闲感的衣服 或者是跟一些比较偏女性化的衣服搭配在一起 做一个风格上的混搭 也都会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本身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我觉得算是Sling所有的包型当中 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选择了 接下来第三只也是专门为夏天准备的 就是Loweeway的一只菜篮子 这只包应该是去年的款式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我其实每年夏天都会入手 那么一到两只菜篮子的包包 因为它会让你整身的穿搭 立刻充满了那种非常浪漫 很轻盈的夏日的感觉 也非常的适合背出去度假 那这只包呢它本身的包型 就是一个很方方正正的包型 上面配上一根比较长的包柄 前面呢就是Loweeway的logo 它这个包柄的长度比较长 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可以直接这样跨在腋下 看这样跨在腋下呢 背起来也比较舒服 不会觉得很臃肿 里面它的容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里面能够塞很多很多的东西 它的侧边袋子这里 其实还配了一个可以调节的搭扣 就可以把它的肩带长度 再放长那么一些 这样背起来就会更舒服一些 包身全部都是编织纹的 但是摸起来呢还是挺顺滑的 而且织的也非常的紧密 就你怎么揉捏它揉搓它都不太容易变形 就本身的质感非常的好 好接下来 第四只包 就是这只Prala的hobo 然后这只包也是这两年一直都非常火的 这个白色呢是今年春夏新出的 我也是一眼就看中的 因为之前黑色的呢 我其实试过几次都很喜欢 但因为已经到今年年初了嘛 就感觉稍微有点过季了 就黑色的会更适合秋冬季节来背 尺寸很迷你很可爱的一个大小 前面这里稍微带了一些圆弧度 下面是一个方方的这种造型 上面配了一个拎的把手 可以这样直接跨在胳膊上 或者是跨在腋下 或者直接拎在手上面 三种背法都是可以的 包身的材质全部都是尼龙的 包括把手也是 但是摸在手里面质感非常好 就很柔软很舒服的那种 然后包包本身的重量也非常非常的轻 拿在手里面仿若无物的那种感觉 里面的容量也是很可观的 也是基本上随身想带的一些 零零随随的东西都能够装得进去 包括手机 看手机放进去之后 它还有很多素余的空间 也属于那种你随时出门 都可以拎的那种小包 不用费任何的心思 想搭配 想我今天要穿什么配它 什么时候拎它都可以 当然了白色包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不耐脏 就用起来的时候需要额外的小心和注意 最近买的最后一只包 就这只紫色的小橱橘手拎包 超级的可爱 非常温柔的香芋紫色 上面是很多小橱橘的图案 串珠的材质 就亮晶晶的那种感觉 摸在手里面滑滑的 还有一些颗粒感 它整体的质感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它是Mango的 价格也很便宜 我觉得它整体的造型质感等等 相对它的价格来说 整体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非常适合春夏季节 搭配一些有紫色元素在里面的单品 跟它做一个色系上的相互的呼应 或者是你的衣服里面有一些小橱橘的元素 也可以拎它都超级的可爱 里面打开就是一个很小的那里的空间 非常的不实用 也不能装啊 我的手机是塞不进去的 就整体上主要还是起到一个造型感的作用 但是呢 我觉得春夏季节呢 还是尤其很适合背这种非常不实用 但是很好看 造型感很强的小包 就拎在手里面就是那种 哇 春夏季节要来的感觉 好 说完了包包 接下来呢就是两双鞋子 第一双也是mango的 是我跟刚刚那个紫色的小橱橘包一起买的 也是一双带有小橱橘元素的凉鞋 它颜色是这种非常浅的米黄色 非常的适合夏天 它鞋跟是带了一些高度的小猫跟 但这双出乎意料的很好走 我觉得相对这种比较细跟的 带了一些高度凉鞋来说 它的上角的舒适度是很OK的 这种交叉绑带的设计 上面是有两颗非常可爱的小橱橘 颜色也很好看 这种浅浅的米黄色也非常的百搭 前面鞋头的部分是这种方头的设计 所以它带了一些微微的复古感在里面 然后整个脚面的部分也是比较修长的 所以上脚之后呢也是比较修饰脚型的 所以这双鞋啊它整体的质感 上脚的舒适度包括它的百搭性等等 我都超级喜欢 而且还有小橱橘的这种很有设计感的元素 所以这双鞋也是最近买到的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双 另外一双鞋呢是这双 Prada的小白鞋 然后也是今年上半年非常火爆的 它也叫饼干鞋 就你们看它侧边鞋头这里有一些格纹的设计 就很像那种滑肤柄的感觉 然后本身的鞋型呢是比较圆润可爱的 然后它鞋底的部分是带了一些厚度的 大概是三厘米左右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厚度 大概是六厘米左右 但那个我觉得实在是看着太笨重了 然后跟我平时的风格也不是非常符合 所以我觉得三厘米这个厚度是刚刚好的 用的小一点增高的效果 同时穿起来很舒服 不会显得很笨重 材质呢它的鞋面部分是纯帆布的 所以会有一点点容易脏 就穿起来的时候需要额外的注意和小心 非常的清爽 非常简约大方 很适合搭配那种比较休闲感的裤装 牛仔裤呀 或者是那种刚刚脱到脚面的拖地裤等等 跟它配在一起都会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就是配饰类的单品了 首先是两条丝巾 就最近这一年吧 我就特别喜欢买各种各样的丝巾 最近是入了这两条 一条是LV的 然后这条是Dior的 然后这条LV呢 最早是被欧阳娜娜给种草的 当时看它上一个节目 就用它来绑马尾 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就配了一件非常简单的纯色的毛衣 整身搭配的重点全部在发饰上面了 然后它的配色呢 就是LV经典的老化的花纹 另外再加上一些涂案和涂鸦 整体的配色还是比较偏秋冬感一些的 没有太过于花哨 如果是现在春夏季节呢 我不会用它来绑头发 我会用它绑在包包上面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会选这种同色系的棕色的小包 就这样最简单的 打一个结把丝巾系在上面 就多了一些搭配的细节和亮点 那另外Dior的这条就是非常非常春夏感的了 然后上面呢也是Dior今年新出的 这种五彩斑斓的花色的图案 而且正是因为它上面的颜色比较多 加上配的又是米白色的底色 所以其实还是挺百搭的 就尤其很适合当做发带用来绑头发 就跟各种各样的比较浪漫 飘逸感的春夏季节的连衣裙 半裙上衣等等 配在一起就超级的好看 是那种非常清新 很温柔很浪漫的风格 接下来就是一些饰品了 然后我也是今年上半年 自从种草那个Seline的 凯旋门的腋下包之后 突然间就get到了凯旋门的美 所以一下子就又入手了 Seline的几样饰品 一个是这个凯旋门的手链 好戴上手就这个样子了 另外我还带了一根细的这种珍珠手链 手链两侧是一个双链条的设计 我就跟凯旋门中间的造型 配在一起呢 更有分量感和存在感 就风格上会更加的契合一些 也非常适合跟一些这种 比较细的手链做一个迭代 然后另外这个 是凯旋门的项链 总是出了两款 我挑的这个呢 尺寸要更小一些 我觉得会更精致和可爱感一些 无论是单带还是跟别的项链 作为一个迭代都非常好看 还有呢 就是我现在耳朵上戴的这副耳环了 这个其实是 Old Celine留下来的作品 是一个小的这种扭结状的圆圈耳环 这个也是种草很久了 收到之后也非常的喜欢 本身是很小巧 很精致的一个造型 就看起来很低调 也很适合日常 同时也有这种扭结的设计的细节感在里面 还有另外一副 Chanel的耳环 也是最近才刚刚入手的 然后这副应该是去年出的款 就最近好不容易 才买到很时髦很复古的一副 黑色的底色 上面印的是金色logo 然后它的侧边 是有一些厚度和立体感的 本身是方形的造型 就本身风格上非常的复古时髦 然后也很简约大方 很适合日常 因为它的尺寸是比较小的 戴上耳朵之后的存在感就没有那么强 可以配饰的风格也非常非常多别 接下来就是王爷严选给我寄的三样产品两个锅子和一套餐具 我都很喜欢 我拿来给你们看一下 长这个样子 我来一个个给你们看 首先是这支 这支是日本很有名的雪瓶锅 这支锅我自己也是种草了很久的时间 然后拿到它之后 超级喜欢 我已经用它煮过两次面了 但还没有用它炒过或者是煎过东西 它整个锅身的部分全部都是金属的 然后配的是木头的把柄 锅壁特别的薄 而且锅壁内侧 你看到呢 还有一些这种凹凸不平的 坑坑哇哇这种纹理 那这个纹理是可以防止铺锅的 所以我两次煮面体验都非常好 又快又好 而且水也不会溅出来这个样子 这个锅超级的轻 就我一只手单手拿是完全OK的 就如果你炒分量不是很大的一道菜 或者煎一些东西之类的 你可以直接这样颠勺 反正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整体的颜值我觉得也很高 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这种浅银色 配上木质的手柄 是很极简的一个设计 整体上是一个机好看 然后也很实用的一个锅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它两侧 看配了一个这样的小口子在这 就很方便你直接倒汤出来 不会撒掉 像是一个人在家里面 比如煮个面呀 或者做一些比较方便的食品 它都非常合适 反正这个锅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另外一只锅呢 其实是冲着它的颜值来的 超级好看的这种奶白色 然后配的木质的这个锅盖 然后还有木头的手柄 而且本身的重量很轻 整体上非常漂亮的一只锅 整体的造型也非常的圆润和可爱 但它的功能呢 主要是用来煮东西的 用来煮面和煮汤 在这个功能上呢 它跟刚刚的雪瓶锅 其实功能上会有一点相互重合 但是它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不会粘 雪瓶锅还是有一些粘锅的 就每次炒完餐或者煮完东西 还是需要额外花时间去处理一下 这只酒完全不会 大小也很适合一到两人十这个样子 它的造型我觉得是可以直接端上桌的 就不用再额外的放到其他的餐具 或者盘子里面 就属于摆在厨房里看着 就会心情很好的一个小东西 接下来就是一套餐具了 总共是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件套 三个碗加上三个尺寸大小不同的盘子 然后这三个碗呢 有两个是饭碗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支是汤碗 然后这套餐具全部都是日本产的 是从日本直游到王爷严选的美国仓库 然后再送到我手里的 本身的花纹图案我很喜欢 是这种瓷白色的底色 上面有一些深蓝色和这种棕绿色的条纹 就整体上还是挺有日式餐具的一个风格的 比较的极简大方 然后每一支呢都有它的实用性 而且价格也挺便宜的 我觉得算是性价比挺高的一套餐具了 就就谢谢王爷严选 大家在美国的话可以去逛一下 他们网站上的东西呢都挺便宜 然后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或者在美国这边买不到的一些生活小物 好接下来就是一些家居用品 第一个我是刚收到的包裹啊 正好给你们一起来拆个箱 这个我等了足足有快两个月的时间 真的是等到花都卸了 而且我马上回国了嘛 所以其实收到之后 它的用处也不是很大了 这个是一个化妆品的收纳盒 整体的造型我觉得很漂亮 它是这种透明亚克力的包装 而且旁边呢有一些高矮 渐变的弧度 适合放一些不同类型的产品 而且它整体的质感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价格也不贵 整体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满意满意就虽然等了太久的时间了 但产品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另外一个我最近非常喜欢的 这个其实买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它是一个饰品的收纳盒 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是比较小的 我一直放在楼下 就出门前一些最近常用的饰品 我会放在这个小盒子里面 它本身的尺寸里面也看到 就是很小巧的一个 然后它的设计也比较特别 它是有几个抽屉 一个是这样的 这一块的空间是可以用来装饰品的 然后在侧边这里有一个小抽屉 这里可以放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收纳空间是在下面的 这里 这个稍微大一些 配色也很清爽 就是前目色配上白色 整理的设计非常的简单大方 然后也挺实用的 造型非常的好看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 最近一直在用的很实用 然后也很好看的一个收纳的用品 最后来斯福兰开箱 其实我自己已经开过了 就你们看一下 我这次斯福兰八折都买了哪些东西 其实买的东西很少了 主要都是在回购一些 一直在用的必需品 然后正好马上又回国了嘛 所以就囤了一些东西 这里是一包资生糖的化妆棉 然后这个化妆棉也是我一直一直在用的 好用便宜 就质地非常的柔软和蓬松 然后这个 Farmacy的卸妆膏 这个是新出的甜苹果味 它里面的颜色是上下分层不一样的 就很像苹果的 这个配色 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因为我之前买过樱桃的那个 味道特别难闻 就远不如它原本最出名的那个绿色的 这个甜苹果味 我看到网上测评说味道还不错 所以我还挺期待的 另外还有两支防晒 这个是胶韵湿的 然后这支我是一直用了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非常好用 它本身是无油的配方 也很滋润 无色无味 上脸之后呢 成膜速度也很快 防晒值是SPF50 就它的防晒值相对于它的清爽度 和上脸的实用感来说 我觉得是完全OK的 就整体的实用感非常的棒 也是一直在回购的一支 然后另外这支 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 然后这支我之前没有用过 介绍呢写的是Alco Gel 应该就是比较像水凝胶的那种质地 应该本身质地非常清爽 然后也是无油的配方 防晒值也是SPF50 就防晒力对于夏天的日常来说 我觉得是足够用的 所以也是期待它的上脸的效果吧 等之后用完了 再来跟你们反馈 然后还回购了一支 蓝蔻的眼唇卸妆液 这个是大包装的 200毫升的 确实也是我这么多年吧 用过的眼唇卸妆液里面 我觉得最喜欢的之一 那铅币的那支其实也很好 就实用感上来说 跟它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铅币的那支 就有一个包装上的硬伤 就是它瓶口是敞开的 不像这支的瓶口 大家给你们看一下 就它的瓶口是封上的 中间开了一个小洞 这样就避免你每次 一不小心会倒太多这样子 就实用的体验感会更加好一些 最后就是回购了小棕瓶 这个是两支50毫升的包装 这是最新一代的小棕瓶 然后正好趁斯芙兰打折的时候入手 本身就有套装架 再叠加一个八折就非常划算 小棕瓶也不用多说了 这么多年一直不断的在回购 永远在我的梳妆台上 有一席之地 无论是早晚 当作一个打底维稳的精华来用 保湿 修复 抗老等等吧 各个方面它都非常的棒 所以也算是我离不开的一个精华 也是一直一直不断在回购的 好啦 那今天视频内容呢 差不多就这些了 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那下一支视频呢 应该背景就会换掉了 换成了我在上海的新家 对 我过两天就要回国了 非常的紧张和期待 然后也会拍回国的Vlog 隔离期间的Vlog都会拍的 所以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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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